好的來介紹這一款Torbot的之前那個Torkey系列的第六號Airhide 封面長這樣有他的3D美術 這張臉就蠻卡通的 是個很帥氣的機器人的臉 側面也是他的美術圖 然後背面長這樣 OK 這一隻Airhide的中文翻譯把它翻譯成飛天航地 我真是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啊 來看玩具本體 這系列Torkey這個系列 我基本上就是挑我覺得有興趣的 然後一隻一隻慢慢買 因為他單價也是蠻貴的 這一隻因為他是變形成飛機 所以就是很行小男孩的角色嘛 就優先買了 OK 那正面長這樣 這一次他的鑰匙就是擺在這裡 當他的跨部的造型 如果把這個鑰匙拔掉的話 他的跨部這邊會是這樣子 就比較難看 那這個鑰匙裝在這邊我覺得是很OK的 整塊是合金零件 裡面有塑膠 然後這個上漆也是蠻漂亮的 這個亮閃閃的電鍍 這邊有Airhide的名字 那他的頭我覺得就跟盒子的封面的美術圖 長得很微妙的 讓人覺得完全不一樣 就是他眼罩 仔細看他這個眼罩透明零件底下 眼睛也是有上色的 可是就因為他的眼罩 其實就真的是小小的一片 眼睛也是 所以那個上色的效果會很不明顯 所以如果跟封面的這個 他的眼睛會亮光的這個造型比起來 他玩具實體 他的眼睛就是比較不明顯 那我覺得這個帥氣度就是有差 會感覺他的頭雕就比較一般 那整個造型就是這樣 整個飛機的翅膀就是一大片這樣擺在後面 可動度方面 頭這裡可以上下低頭抬頭 也可以旋轉 然後就是一個球型關節 那手臂他是連接在翅膀這裡 往上抬可以抬到這樣 會被他這個飛機頭的造型卡到 那他也是可以做往平面這邊 也是可以側抬的 那都是齒輪關節 手臂可以旋轉 手肘兩重關節 那只能折到大概這樣子 稍稍大於90度 OK 拳頭不能轉 因為變形的關係 他會有一點點的 腰可以這樣往後折 往前折 不過這個主要作用是變形 再來腰也可以轉 但是他的腰轉關節 就是 這種 齒輪關節 然後轉一格 他就是這麼大一格 一格就是45度 兩格90度 所以 這個腰轉拿來擺POSE 也會很不好擺 就是在把玩上 算是比較不方便的一點 然後腿前踢 可以踢這麼高 也都是齒輪關節 側踢 也可以踢到這麼高 有大腿的平面迴轉 但一樣 他就是一格 就是45度 兩格 90度 所以這個拿來擺POSE 也是 會比較不方便一點 就是 他也是可以擺出這種 往側身旋轉的動作就是了啦 只是他腳踝沒有做任何接地 所以你擺出這樣子的動作 他又會 比較不好站立一點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拍影片的時候 他會這麼好站立 但 在把玩的時候 他會比較不好站立一點 OK 然後也有膝蓋彎折關節 只是他的大腿跟小腿的長度 是非常的不成比例 沒有任何腳踝關節 所以 所以 他會 很不好站立 加上 他的腳 又是這樣子 細長的一條線的造型 所以 就是 可能在玩的時候 都要注意一下重心 不過是說 反正這一隻玩具 他是很 很耐操啦 就是 韓國玩具的優點 就你也不用怕 他會摔會倒 雖然 奇怪了 我自己在玩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很容易倒 實際拿來放在影片前 拍影片 他怎麼都不會倒啊 見鬼啊 好啦來看變形 變形一樣 先收拳頭 他這邊有特地做兩個小凸起 就是讓你方便 捏住 把這一塊蓋板掀起來 拳頭收著進來 這裡就變成飛機的那個 渦輪引擎 應該是渦輪引擎吧 一隻手抵住拳頭 另一隻手去捏這個卡領 就會很方便把它掀開了 這邊 頭髮系列這個真的是 很不錯 就對小朋友很友善 然後 背包這裡 翅膀可以先往兩邊張開 連翅膀都是齒輪關節 這個手感真的很優秀 這兩片 往下放 這樣子 就是變成人形的時候 這要掀起來 他才有空間 讓翅膀可以下來 OK 然後翅膀可以先解開 再來去搓他 這邊 這個關節是一個雙重關節 把它往下放 這樣 然後 身體就可以整個往後折 這樣 身體折上去以後 他的胸口這裡 頭就可以往下壓 這個飛機頭就一樣 這邊是一個雙重關節 去搓這個雙重關節 把它往前搓 這邊合併 好 腿部的變形呢 就是這裡 翻摺出來 轉180度 腳掌放下來 這邊其實跟 跟勇者達綱的那個 那一隻巨無霸 勇士是幾乎是一模一樣的變形邏輯 甚至他手臂這裡其實也是很像 翅膀這個轉一下 手臂這邊就是去調整一下他的角度 把它一樣對到這裡 他這裡會有一個洞來對這邊的卡扣 把他調整一下手臂關節的角度對上去 這邊這個面板再扣上 OK 就是這樣子幾個簡單的步驟變形就變好了 是一架很帥氣的飛機 好 嗯 好 對飛機沒有研究不知道這算是什麼型號 但總之他很帥 應該是沒什麼 沒什麼爭議 那機器人型態可能就是 手臂露在這裡 其他的就沒有什麼暴露了 是說 嗯 是說真的玩起來會覺得他比較 呃 就是他真的是跟那個勇者達綱裡面的 巨無霸勇士很像 所以我會覺得變形結構上 比較沒有什麼精細 雖然也沒有說完全一模一樣 但是 呃 就還是 畢竟還是很像 真的很像 好 那這邊 有這個 起落架 側面這裡也是可以把它翻開 OK 就可以靠著起落架 在桌子上滾動了 滾動性也出乎意料的很不錯 那 這一次這把鑰匙的玩法 就一樣是可以用來解開 呃 他的變形 他是 先把上面這塊背板先解開 然後 就可以 搓在他兩腳中間這邊 有故意留一個縫 搓進去 一掰 就可以解開他兩隻腳之間的結合了 雖然 其實 就 呃 就算你沒有用鑰匙 也還是可以直接硬掰掰開啦 不過他就是 給了你一個可以利用槓桿原理 輕鬆省力的解開他兩腳之間的合併的方法 我覺得也算是不錯吧 那就是這樣子 這一隻 呃 說真的 其實飛機可以變形成機器人 好像真的 小朋友一定會愛的吧 我對他沒什麼好多說的 飛機型態也很漂亮 上面的塗裝很多 然後也很細緻 就是 他變形成機器人型態其實也很帥 然後他手 關節 這些把玩手感也都很舒適 真的 這個超級適合買給小朋友玩的耶 好 推進給大家 身上也沒有什麼尖銳的會刮手的地方 韓國玩具這一點是真的沒話說啊 就說真的玩到現在 如果要買機器人玩具給小朋友 我已經覺得第一個考慮的一定就是Tobus系列 就不會考慮變形金剛系列了 啊 變形金剛啊 加油啊 好啦 那就講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